雷欧奥特曼之所以收束力低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整体剧情太悲 但是在雷欧中也并不是所有都是悲情故事 比如在雷欧的第35集中就非常的有趣 这集的名字叫做暗示怪兽大将 在遥远的宇宙中飞来一个弧形物体 而这个弧里不断的传出声音 说着以后会好好学习 镜头一转到了地球上 公版因为不想好好学习 想要知道今天的作业答案 但是小通并没有告诉他 就在这时 刚刚在宇宙中的湖飞了过来 砸到了公版等人附近的地面 勇敢的小通凑劲拔出来一看 这就是个湖啊 然后被公版一把抢住 说是他自己的东西 到了家中 公版正在烦恼作业为什么这么难 此时抢过来的湖里传出了救救我的声音 透过湖口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只怪兽 还知道了这只怪兽的名字叫做大将 在确保了这只怪兽不会伤害自己 并且能帮他完成作业的情况下 公版转动了湖的按钮放出了他 大将一出来 公版就开始要求他写作业 看到题之后 大将说他也不会啊 并且啊 他是怪兽小学四年级的小学生 原来怪兽也上小学 我还是头一次知道 看来怪兽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除了会破坏外 书里画同样也得学好 因为说话声音太大 公版的妈妈便问到 他是不是没有好好学习 还准备进他的屋子里查看 于是公版又把大将放回了湖中 第二天上算术课的时候 公版拿出了昨天大将给他做好的习题 老师问了两道题 但是两次答案都是错的 因为大将的回答让自己出了丑 所以公版一直在课桌下 晃动瓶子报复大将 结果你猜怎么着 大将竟然尿了 怪兽竟然还会尿尿 我是真的嗓知识了 最后还是公版自己把尿擦干净的 回家以后呢 公版埋怨大将太笨 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 这种话你就说得出口 自己蠢还好意思说别人蠢 而大将之所以来到地球 就是因为不好好学习 被他爸爸塞进瓶子里 流放到宇宙的 这两个熊孩子也算是臭味相投了 最后他俩决定了 一个许多人小时候曾经的梦想 那就是拆学校 来到学校后 大将先是活动活动筋骨 然后两只手抓住了学校 但是这楼却纹丝不动 你是有多弱鸡啊 连着楼都拆不掉 你真的是怪兽吗 后来费了好大的力气 总算破坏成功了 但是此时的MAC赶来阻止他 面对一阵楼都拆不掉的怪兽 MAC还被干掉了两架战斗机 真的不会是最丢脸的防卫队 可能是怕MAC会被提前团灭 凤原赶紧变成了雷欧 面对格勒王雷欧 他又怎么会有胜算呢 感觉不妙的崩板 赶紧拿出壶 把大将又收了壶去 因为学校停歌 所以崩板这个熊孩子 决定和其他几个小朋友 玩怪兽游戏 那就是他当雷欧 然后让大将当起了怪兽 在大将被几个人类小孩子 按在地上一顿爆锤的时候 小通发现他是真的怪兽 急忙跑去了告诉了凤原 然后你就看到了 大将被MAC队 还有小孩子追着跑 最后爬到了烟团上 在MAC队的设计中呢 大将说自己想妈妈了 以后会好好学习的 还想起来了 有困难就呼喊雷欧奥特曼这句话 于是自己在烟团上 拼命的呼喊 雷欧救救我 666 有甚至奥特曼帮忙的怪兽 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 在团的同意下 凤原变成了雷欧 出现在大将的面前 看到雷欧后啊 大将抱着雷欧的大腿 就开始哭着 求着让雷欧送他回家 善良的雷欧答应了他 最后大将骑着雷欧 雷欧奥特曼 就是最轻松搞笑的一集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星际园 我们下期再见